好了 大家收收心 我们继续上课了 别听什么好运来了 好嘞 那我们刚才这个讲完了 我们有关于常债能力分析 那么常债能力分析结束 我们整个常债能力的这个部分也就结束了 所以在整个常债能力的这一块呢 大家就把握清楚几个原则 第一 首先这里面涉及到了所有的财务的指标 你需要去记忆 那记忆的时候呢 有很多其实都是有规律的 那直接把规律记住了 对应那个指标 自然而然看名称里头写得出来 剩下有一些可能不在我们的规律范围内的 你需要特殊记忆 那这些特殊记忆的原理是什么 记忆的一些技巧是什么 我都给你这个讲到了 然后同时呢 在这些指标在计算的时候 你要特别去注意有一些小的细节 一定要去注意避开那些坑 对吧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一种长期资本负债率啊 对吧 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就千万别这个弄错了 那个负债可不是总负债 是长期负债 或者说是非流动负债 那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些像产权比率啊 权益成数这些的 你要把它的理解 这个原理把握住了 自然而然你也能够去写得出来 在此基础之上 还有一些流量比率的指标 那流量比率指标当中 涉及到期末数和平均数选择的时候 你要把它把握住 它可能是一些特殊指标 我们虽然有错配 但是我们不算平均 除了这些能计算的指标以外 两个常债能力的分析 都会涉及到一些表外因素 那短期常债能力 有增强短期常债 有降低短期常债能力的 分别都是什么 在长期常债能力这里面 主要介绍的其实就是 影响我们或者降低 常债能力的因素 主要就两个 一个是对外的担保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味觉诉讼 对吧 好了 那把常债能力结束了之后 我们翻篇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 有关于营运能力的问题 营运能力在最开始 我们在介绍这个概念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我说过 什么叫营运能力吗 常债能力指标 所有的指标 大部分除了那些流量指标以外 大部分来源于哪 来源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本身 而营运能力呢 它是架起我们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中间的一座桥梁 它讲的是 企业资产管理的效率 或者我们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我们运营企业的资产 创造收入的能力 这就是营运能力 虽然是利用资产 创造收入的能力 资产来自于资产负债表 收入是到了利润表 所以营运能力天然架起了 一座桥梁 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给勾集起来了 里面涉及到一些指标 就是周转率类的指标 所以在一开始 我们就介绍过了 周转率类的指标 其实都是有套路的 你把你的套路 把你的规律理解住了 营运能力比喻 这里面几乎没有需要 你去背诵的指标 全部都是套那个模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怎么去理解营运能力 刚才我们虽然还是讲的 我觉得算是文字版的 把它给讲的比较清楚了 就是就这个概念 讲这个概念 当然还是能理解的 但是有些同学呢 他会觉得说 好像我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 不知道营运能力是什么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生活当中的场景 你来评估一下 它能不能来代表 一定程度上我们所说的一些营运能力 而且就这个举例 可能你就能区分出来 我们后面所要讲到了两个 具体的营运能力的概念 一个叫做周转率 一个叫做周转天数 或者一个叫周转次数 一个叫周转天数 都可以 两种表述都行 那我们把公司的营运能力 就换成一个个人的运动能力 我们如果要衡量 小金 他这个跑步能力怎么样 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 这个400米的一个跑道上 他说你跑吧 我们就开始去测 有两种测法 来判断他跑步或者运动能力 第一种测法 就是我们现实 一小时内 我看你能跑多少圈 对吧 然后同时 我们把顾炎老师也 放在那个400米的跑道上 让他也跑 那你看 小金就跑得很慢 对吧 跟乌龟一样在那跑 然后呢 结果这个顾炎老师呢 就跟那个 这个脱缰的野蛮一样 然后突然就跑出去了 然后跑出去了 跑得可快了 一个小时内 看谁跑的圈数多 谁的运动能力就强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我们衡量的方式是 限定好了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 我们去看跑的圈数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所 对应的那个周转次数的诈点 还有一种 我们也可以去捧量 两个人的这个跑步能力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限定好了圈数 大家就跑一圈 我们就计时 看谁的时间少 我们就说 谁的跑步能力强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的 就是后面我们介绍的概念 叫周转天数 所以我用 这个跑步的这个概念 来给大家去介绍 说周转次数 周转天数的这个区分 可能大家更容易去理解 说哦 次数原来就这个 然后原来天数就是那个 好 那这是我们通俗的去理解好了 营运能力之后呢 我们来说这个具体的指标计算 在指标计算当中 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产 我们资产负债表当中 那些所有的资产 我们都可以拿到这里面 来算一下它的营运能力 那什么样的资产的周转次数 或者它叫周转率 它的公式套用过来 就是营业收入 一般情况下就是营业收入 括号里边的营业成本 你先可以不用管 就是营业收入除以内的资产 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就是等于收入除以应收账款 我们讲到营运资本的周转率 营运资本的周转次数 那就是营业收入除以营运资本 我们讲到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那就是营业收入除以流动资产 我们讲到总资产周转率 那就是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 所以都是一个公式 唯独这里面我们强调的括号里面 有一个叫营业成本 对吧 在哪用呢 就只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在存货 我们后面具体介绍 存货周转率的时候 我们再去展开 就告诉你说 在存货周转率计算当中 我们要去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我用收入算 什么时候我用成本算 除此以外 所有的资产项目 其他的资产都是用收入算 这是我们需要把握住的第一点 第二点 周转天数 其实是基于周转次数 所额外再计算的一个指标 怎么算的呢 就是用365除以 我们刚才所算出来的 那个周转次数 就得到了 那这里面到底用365 还是用360 根据题目要求来 题目要求跟你说 一年按360天来算 那你就别在这应用365了 人跟你说用365天来算 那你就用365天去算 所以还是那句话 一般形容下都是要看题目要求 题目有要求按要求来 如果题目没有要求 我们才按一般性的原则来 原则就是我们这里的365 好 然后再往下走 还有一个指标叫做 什么什么资产与收入比 你看这些指标熟不熟悉 我们刚刚上节课 当节试完一个指标叫做 现金流量与负债的比率 对吧 现金流量与负债比率是怎么算呢 是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除以总负债 我们说它不是一个分子分母比率 类的指标 所以呢 前面的是分子 后面的是分母 所以它正常就按这个顺序来写 那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什么什么资产与收入比 那它的顺序也是 先是那个资产 后边是那个收入 中间用除号来连接 所以就什么什么资产 除以营业收入 对吧 所以呢 应收账款与收入比 就是应收账款除以营业收入 那总资产收入比 就是总资产除以营业收入 所以在这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清楚 它的顺序 那大家在这里面 稍微再帮我看一个地方 就是周转次数和这个 与收入比中间的这个关系 是什么呀 第一的公式 那个周转率的公式 和我们最后一个公式 什么什么资产与收入的比 这中间他们两个关系是啥 是互为倒数的关系 对吧 就互为倒数的关系 等到我们再讲第二个模块 就是第二章的第二个模块 叫财务预测的时候 我们还会后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销售百分比法 那个销售百分比法 又会用到我们这里的 周转率类的指标 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去介绍 把那个内容和这里的内容 贯穿起来之后 我相信你可以到那个时候 回过来看 这你有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现在这买一个伏笔 就是这两个指标 是互为倒数的 以及我们在财务预测的时候 我们还会介入到这个指标 然后我们来说 这个指标具体的解读 指标解读怎么解读 怎么解读 你看这是除法 对吧 只要是涉及到除法的指标 我是不是前面都跟你说了 就拿那个模型去套 每一块钱的分母上边 有多少分子来支撑 或者每一块钱的这个分母 上面能产出多少的分子 不就这个意思吗 对吧 你就拿这个去套呗 好 什么什么资产的周转率是什么意思 每一块钱的什么什么资产 上面能够产出多少的收入 这不就是营运能力的概念本身吗 我们运用资产创造收入能力 那不就是周转率的本身吗 所以每一块钱的资产 能够给你创造多少营业收入 这就是周转率的指标解读 然后你套用把这些资产放进去 比如说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那就是每一块钱的流动资产 能给你创造多好的收入 每一块钱的总资产 能给你创造多好的收入 每一块钱的非流动资产 能够给你带来多好的收入 这就是这个比例指标的解释 很简单 套模型就行 然后我们在具体计算的时候 你看这里面存在错配了 对不对 因为移着取自于利润表 移着取自于资产负债表 那原则上10点和10期相搭配的时候 我们就得10点去平均 所以原则上是要按平均数来算的 但是如果题目有特殊要求 直接按题目要求来 好 周转次数是营运能力的正向指标 意味着你的周转次数越高 那对应的好像你的营运能力 就是越强的 我们换到刚才所说的运动指标上来说 你跑的圈数越多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的运动能力越强 好反过来 周转天数是不是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什么 同一圈当中你花的时间的长短 那是不是那个时间越短 反而其实代表着你的运动能力越强 那所以周转天数越短 反而可能看上去 好像你的营运能力应该是越强的 所以一个是正向指标 一个是反向指标 那既然 你的周转率或者周转次数 和那个资产与收比 这两个数之间是互为倒数的 那你说它对于你的能力的评价来说 是不是也是反向的 对吧 一个是正向指标 那另外一个肯定是反向指标 它不可能是正向指标 不可能同为正向指标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他们的跟营运能力的衡量 这个关系你要找清楚 好 然后最后一个点 这个点也很重要 周转天数和资产与收入比是可以分解 可以相加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最大的内的资产是什么资产 是不是总资产 那我们就拿总资产为例 我们就以总资产为例 大家看总资产 我们如果把它套用到公式当中 是不是有三个公式 一个叫做总资产周转次数 一个叫总资产周转天数 一个叫总资产与收入比 请你在你的讲义的边上 空白的地方 把这三个公式给写出来 写出来 总资产周转次数等于什么 总资产周转次数等于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 对吧 营业收入除以总资产 你先写出来 然后总资产的周转天数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365除以 这个总资产周转次数 你把它展开 是不是等于365乘以总资产 除以营业收入 对吧 然后总资产与收入比是什么 是不是总资产除以营业收入 对吧 好了 在这里我问大家 营业收入会不会变 营业收入不变吧 营业收入就是我们利润表当中那个固定的数值嘛 你赚了1000万就1000万 你赚了一个亿就一个亿 营业收入不会变 那个数固定死了 这个数如果在分母上 在分母上是哪两个指标 是不是周转天数和与收比啊 这两个指标的公式当中 收入是不是都在分母上 分母不变 那如果一个分数的分母是固定的 分子是不是可以累加的 对吧 好了 那下边如果是收入 上边如果是总资产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总资产给拆了 这叫做分解 对吧 那总资产等于什么 总资产等于流动资产加非流动资产 所以第一种拆法 我可以把总资产周转 什么 总资产周转天数 是不是可以拆了 拆成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加非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 没问题吧 那与收比是不是也可以拆了呀 那变成了流动资产的与收比 加上非流动资产的与收比 等于总资产的与收比 因为它都在分子嘛 分子可以拆呀 好了 我也可以把它合起来 我可以相加的呀 对吧 相加就拆的过程 反方向去做嘛 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可以把资产的 每一个项目全部都给拆开 也可以把每一个分项的资产 加起来 共同构成一个总资产的 周转天数 或者总资产的与收比 这叫做最后这一句话 可以分解 可以相加 但是周转次数能不能 周转次数能不能 不能 因为它倒出来了 如果我把它的公式改了 上边是收入 下边是总资产 你的分母能加吗 你的分母能拆吗 不行 对吧 只能去拆分子 只能合并分子 分母是动不了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最后那句话 啥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总资产周转率 刚才我们刚说完的总资产周转率 对吧 总资产周转率三个公式 我不说了 那总资产的周转次数 它代表啥意思 就是一年当中总资产周转的次数 也就每一块钱的总资产 上面能够支持你产出多少的营业收入 就这个意思 套那个我们所说的模型 总资产由各项单项资产造成 所以在营业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就分母不变 对吧 营业收入放在那不变 总资产周转率是由各个驱动因素的驱动资产所共同构成的 所以你的周转天数和与收比 可以拆为各单项资产的周转天数和与收比的合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注意 是周转天数和周转与收比是可以拆的 但是周转次数是不能拆的 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把拆分的举例给展现出来了 对吧 周转天数咋拆的 365乘以总资产除以营业收入 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把分子的总资产给拆成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那对应的把这两个给再展开 不就是两个周转天数相加吗 我当然可以把流动资产再往下拆 拆成应收账款加存货加其他别的 对吧 那我再拆不就等于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 加存货的周转天数 加其他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 加非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 等于总资产周转天数吗 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分解可以相加 看一道题目 这是一道单选题 说小朱老师家有着链章场 他家有着链章场 2018年 它的总资产周转次数是4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是6 然后一年按360天来进行计算 那么问你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是多少 有同学上来就看了 6和4 6和4 那6减4呗 6减4是2 D选项 对了 这要题选D吗 这要题选D吗 错了吧 我刚才讲了半天 听啥了 是不是就说周转次数不能加 不能分 哪的能分哪的能加 就是我们所说的周转天数和与收比 可以 那在这里面既然是周转次数 那怎么办呢 不能加 那我还让我算这个周转次数 那我咋弄呀 换一下嘛 对吧 换算一下嘛 这些相互指标都是可以换算的呀 对吧 周转次数和与收比相互之间是啥 关系 是啥关系 是不是倒数关系呀 对吧 所以你把它换算成与收比可以吧 可以 因为那个也可以相加嘛 但是如果你不换算成与收比 这不是真意呢 一年360天吗 这想让你换算成啥 就是想让你换算成周转天数啊 那想让你换算成周转天数的时候 你怎么办 计算一下呗 周转次数是4 请问周转天数是多少 周转天数是多少 有同学反应不多来 这个弯 反应不多来 这个弯 你想一想周转次数是咋算的 周转次数是不是就是收入 比总资产 对吧 它等于4 现在呢 我要算周转天数 那是不是就是360 除以这个周转次数啊 是不是就除以4呀 是不是就等于90啊 对不对 所以它等于90天 同样的道理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周转次数为6 那它的周转天数是多少 是不是360除以6啊 是不是60天啊 好 周转天数能相加能分解吧 那我问你 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是多少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是90天 减60天等于30天 那它的周转次数是多少 逆运算吧 倒回去算吧 有同学你要实在是分 就搞不清楚这逻辑关系 设它的周转次数为x 那是不是360除以x 应该等于30呀 那请问x等于多少呀 x是不是等于12呀 对不对 所以这道情况选项 A选项 没问题吧 这道题还可以啊 这种题目就算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有一些灵活性的题目了 有一些灵活性的题目 你说财管难 有难到哪去 这种题目在考试的时候 已经算是有灵活性 需要大家这个多那么算几步的了 好多题目其实就是直来直去的 让你一步就能得出答案的 所以啊 你别把这个财管想得太过于复杂 别一下子就心理建设 就觉得这些财管多么恐惧 大家都说难 其实没那么难 对吧 慢慢慢慢坐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比我高中数学还简单一些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说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涉及到了三个公式 我不说了 很简单 对吧 这里面就是用营业收入 也不涉及到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这个区分的问题 所以公式模板你把握住了 剩下就套模板的过程 那接下来关键在哪呢 关于这个指标的解读 周转次数指的是你每一块钱的应收账款上面能支持多少的营业收入 不用说了吧 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呢 代表的是你应收账款能够收回来的收回来钱 你的收限期 就是你大概平均多长时间能收回你的应收账款 就这个意思 从开始销售到你收回来钱 这中间平均的天数是多少 就叫做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那应收账款与收比呢 是你每一块钱的营业收入上面需要多少的应收账款来给你做支撑 对吧 一样的道理嘛 就套那种模板套进去就可以解读出来了 分析的时候 来注意了 这个结论很重要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看上去好像是不是越少越好呀 但结论是什么 不是越少越好 注意清楚啊 结论要把握住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不是越少越好 为什么 后面这句话我带你先看一遍 然后你看你能不能理解 说如果奢销比限销更有利 那么周转天数就不是越少越好 有同学说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很能理解呀 那我问你一句话 请问什么叫做奢销比限销中有利呀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什么情况下奢销比限销中有利呀 那有同学说这句话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那这么显而易见的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如果你举不出来例子 如果你想不清楚 什么情况下奢销比限销中有利 那就意味着这句话你不明白它的意思 就意味着这些支点你没有掌握透彻 所以很多同学经常会做错题目 或者经常会觉得 我为什么总是财转学不好 因为你对很多的细节把握的并不透彻 你并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我们举个例子 什么叫奢销比限销中有利 我们来想一想 奢销是啥意思 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进行销售的时候 最理想的情况 最理想的情况 就是货我还没发呢 我先把钱给收了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还没给你提供服务呢 我还没给你发货呢 我先把钱全都给收完了 这是最理想的商业模式 这是最理想的交易情况 稍微再次一点的情况是什么呢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吧 我把东西给你 你把钱给我 这两个事情同时发生 那这个我们叫做限销 我刚才讲的 最理想的那种情况叫做预售 对吧 我预售 我这个东西预先就能卖出去 我还没有上市 我就能把它卖出去 这是很厉害 如果预售实现不了 限销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也能接受 但是最差的情况是什么 我先把东西给你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再把钱给我 我未来要找你去要钱 这是不是最难受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为什么企业会奢销呢 为啥会奢销呢 你想一想 如果啊 就两个企业同时来找你 你作为这个市场的渠道方 你就是帮忙去卖东西的 你就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卖铺 对吧 两个饮料厂商 A饮料厂商和B饮料厂商 同时来找到你 说 这个咱俩合作一下 你帮我去推广一下我这款饮料 然后我这款饮料呢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给你剁一箱在这 然后你就把对应的这一箱的钱给到我 然后帮我去推 好了 B饮料商过来之后怎么谈呢 B饮料商说 你也帮我推一下我的这一箱饮料 但是 你不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先把这一箱饮料给你 你先卖出去 对吧 你卖出去了 你未来 比如说三个月之后 你卖的好了 然后对应的咱俩再去做那个结算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奢销 一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个是我提前把货给你 然后你去卖 然后你卖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来收钱 你说你选哪个合作 你选A合作 还是你选B合作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是那个小卖铺的话 你选谁合作 你肯定选B呀 对吧 要不然你跟A合作 你还侵占资金呢 对吧 你现在就得把钱给人家 然后你这能不能卖的出去 卖的咋样 就相当于货砸手里了 对吧 你肯定选B 那所以商业的合理性就出现了 为什么企业会奢销 我举的这一个例子 就能代表奢销比现销更有利 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饮料厂商B 快速的打开市场 它可以通过这个奢销 叫快速铺货 叫快速铺货 就如果我想要把我的产品快速的推广上市场 让所有的渠道商都能够快速的去帮我分销这个产品的话 那我可能通过奢销更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这叫做更有利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有利理解的太过于狭隘 就是有利并不一定说 它一定快速的在短时间内就给你带来什么财务热利 不是的 它从整个经营策略上来说 它可能更能实现你的那个目标 这就叫做更有利 从你的经营战略角色上面来说 对于你来说更有利 这也叫做更有利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奢销比现销更有利的一种举例的情况 能理解了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还是不是越少越好啊 不是了吧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应该通过大量的奢销 然后帮我把产品的这个市场快速打开 但这个时候你说我就是不想 我就不想有这么多奢销 我就是希望一手交易一手交货 那你这个产品的路子可能就打不开了 所以你不能实现最终的商业利益 因此这种情况下 周转天数不是越少越好的 听明白了啊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叫做 此外收限的时间的长短也跟公司的信用政策有关 就是你这个公司给人家的政策是三个月 收款 另一个公司给的政策是六个月收款 那当然你说周转天数也不一样嘛 所以收限时间的长短是跟你的信用政策直接挂钩的 你定的政策不一样 当然你的这个收款的天数也不一样了 所以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透彻了 啥意思 我举了例子了啊 然后接下来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这个应收账款啊 它要跟什么分析联系在一起呢 跟奢销分析和现金分析相联系 而不是单纯只分析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就够了的 应收账款周转率要跟奢销和现金分析配合起来分析 你才能得到真正正确的结论 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后面原理详解就在讲这句话 为什么 正常情况下 奢销啊 它会带来应收账款增加 对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这句话 没问题啊 奢销那必然带来应收账款增加呀 好了 应收账款增加了之后啊 是不是意味着你整个的销售规模扩大了 销售规模扩大了之后 当你未来能够逐渐的到期把钱收回来 好 现金的存量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额 是不是也就逐渐增加了 对吧 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吧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说如果公司的应收账款日益增加了 应收账款是大了 看上去你的收入规模也大了 但是呢 你的现金啊 等了半天它都没有增加 你的现金等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半年 一年过去了 它还在不断的减少 你的应收账款还在不断的扩大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有大问题了 因为你的奢销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是因为你大为放宽了你的信用政策 说我这个以前是三十天的政策 现在我等你说 你一年内还我钱就行 你一年内把我的款项支付给我就行 这个时候 有大量的薅羊毛的 对吧 有大量的那些信用不怎么地的人 根本就还不上钱 那些企业经营都半死不活的 人来侦你交易 到那个时候 你还想从他身上要钱 不可能 我告诉你 你找他 人家说我没钱 你找他要钱的时候 人家说我不在国内了 对吧 你看这个时候 你就会因为放宽了信用政策 而导致 你的应收账款在大量的增加 但是这个钱你根本收不回来 你会产生大量的坏账 这问题就严重了 还有可能是什么呢 随意发货 对吧 你随便发货 随意发货 然后发完了之后呢 结果你还收不回来钱 那这个时候 也是同样会导致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结果 就是应收账款在不断扩大 看上去好像你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是你根本这边现金就收不回来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 长期这么下去之后 对于你来说 就是在企业在消耗 没有在真正的扩大规模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 为什么你要结合 收销和现金分析 因为你只有把这两个分析 都结合起来了 你才知道你的应收账款的增长 是不是有利的 是不是有利的 是不是长期可持续的 好了 然后我们在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指标的时候 我们稍微要注意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特别重要 请大家在前面打一头五角星 考试的时候 如果要考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必考 就这儿的内容 如果要考应收账款周转率 必考这里 肯定是考这儿 那第一个问题 营业收入 我们到底选什么 是不是就用营业收入啊 按理论上来讲 是不是用营业收入就是对的呢 不是 因为应收账款是怎么产生的 大家想一想 你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会产生应收账款吗 不会吧 应收账款本来就是 奢销产生的 而你的营业收入呢 你的收入当中呢 你想想 收入当中 我们先不说那种 预收款的情况 我们就说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情况 这是不是包括了 限销的部分 也包括了 奢销的部分 那你说你真正应该 计算周转率的时候 你的周转额 是不是应该只把 奢销的部分拿出来呢 是不是限销的部分 你不应该去进行计算呢 对吧 这个时候你才能是 真正的应收账款的 周转率呀 你不是在算那个现金呀 你要把现金刨出去呀 所以呀 理论上来说 你的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该要选的是 奢销的部分 而不是全部的营业收入 但是 我们实际运用过程当中 往往就用营业收入 不用奢销我 是因为外部人员 很难获得奢销的比例 我不知道你多少是奢销的 我只能知道 你都有多少收入 所以我就直接用收入了 第二个呢 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去合理化我们的这个指标 就是我理解你有现销 但现销呢 我把它理解为 就是你的收线时间为零的应收账款 对吧 我就是收线时间 就一手交线一手交货嘛 可能那个时间就是两秒钟 可能就十秒钟 我就把这个钱收到了 那我就把它理解为 收线时间几乎为零的 那个应收账款 我把这个指标给合理化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收入了 所以它就简化了嘛 好 那假设如果我们就较真儿 我们就应该要用奢销额的话 请问我们改用收入这个指标 会导致我们计算出来的周转率 或者周转天数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觉得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呢 把公式写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周转率的指标是收入除以应收账款 对吧 现在收入这个数字 比奢销额相比是大了还是小了 是不是大了 是不是大了 对吧 收入是那些大口径的 奢销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现在用的是大口径的收入 那因此这个数字是不是天然的就变大了 这个应收入除以应收账款 这个周转率的指标 是不是就变大了 所以它是高估了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那对应的周转天数反过来的嘛 所以它低估了周转天数 那再者 你的这个奢销的比例 如果不同的公司不一样 你能不能拿来直接比较呀 也失去了可比性 对吧 也失去了可比性 因为不同的公司奢销比例不一样嘛 那你都用收入算 那算出来这个周转率 能不能直接拿来衡量 能拿来对比吗 会影响可比性的质量 好 这是第一点 这一点呢 对考试的影响不大 它其实就是一个纯理论的探讨 所以你要知道的就是 如果我用奢销和用收入 它对于我们计算周转次数和周转天数来说 是高估还是低估 这个结论比较重要 把这个结论把握住了 剩下的考试的时候 它不会让你去用什么奢销 我一般情况下简化了 就用营业收入 接下来我们还要问大家就是周转额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完了 然后我们要来说 应收账款的选择的问题 这里面毕竟出现了 10点和17数的相错配嘛 对吧 所以应收账款是一个存量指标 是一个10点数的指标 那应收账款是不是本身 如果这些企业 它的业务周期是有季节性的 有这种偶发性的 有人为干预的因素 会影响这些 营业收账款的大小的 那你应该用什么呢 你用10点数合不合适呢 不太合适 所以你应该用的是 各月末的平均数 按月平均 看清楚了吧 按月平均 有的时候我们平均是比较简单的 就7出加7末除以2 但营业收账款这里面 尤其要注意 就是你能不能用 7出加7末除以2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没有季节性的影响 不受季节性的影响 如果有季节性的影响 7出加7末除以2 是绝对错误的 为什么 7出和7末就在同一个季节 就是前后两天的事 对吧 然后你还有季节性的影响 所以7出和7末 它肯定要不然都在淡季 要不然都在旺季 它不可能分数两个季节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用各月平均了 各月末的平均数 而不能直接用7出加7末除以2 对吧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卖空调的 卖空调 我们先不说 它这个冬天有没有暖风 我们就说那个空调只有冷风 就冷风机 没有暖风 对吧 那你说它的这个销售 旺季肯定就是夏天嘛 那冬天就是淡季嘛 那你的7出和7末 假设就是1月1号和12月31号 你说这个能算出平均值吗 不能 它都是淡季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要强调 它不受季节性的影响的时候 才能用7出加7末除以2 好 这是应收账款的选择 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影响以外 应收账款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叫做坏账的问题 就有些钱你收不回来 那在会计的角度上 这个应收账款是要去提坏账的 那你想一想 假设 假设咱这个应收账款 里边就是坏账率特别高 但是 你在计算这个指标的时候 请问你选择什么口径呢 你选的是把坏账提完了的 这个应收账款来算 还是把坏账没剔除之前的 那个应收账款的原值去进行计算呢 你要想一想 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应收账款 都是按进额劣势的 就是把应收账款的那个坏账 剔除掉了之后的那个进额来劣势的 好 那如果你用进额来计算 这个周转率的话 我们还是以刚才的指标 这个公式为例 如果你用应收账款的进额 其中它的什么指标特别大 它的那个坏账的指标特别大 那你的进值是不是就比较小啊 当你分母比较小的时候 请问这个周转率是不是特别高啊 那这个时候所体现出来的高周转 对于你来说是个好事吗 你想想是个好事吗 你这高周转不是因为你真的收钱收得特别快 是因为你的坏账特别大 对吧 所以它不是个好事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般在选择应收账款的口径 要把坏账还原回去 要用的是未记忌坏账准备之前的 应收账款的原值来进行计算 如果你的坏账准备特别大 你就得这么去调整 如果你的坏账准备很小 对吧 你的坏账很小很小 那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但如果你坏账影响很大 那你就要把坏账还原回去 用原值来进行计算 你才能够知道你的周转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好 说清楚了 这是坏账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除了那些直接现金的方式 来进行交易的这种应收款以外 还有一些是应收票据 那应收票据从那个根本形成的角度上 它是不是也是奢销形成的呀 所以它也是应收款项的另外一种体现形式 因此你在进行应收账款的 这个周转率的计算的时候 要把应收票据也放进去 所以它看上去是应收账款 但实际上是一个更广口径的应收账款 是包含了应收票据的应收账款 这是我们在计算这个周转率指标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这么几个问题 考试的时候 喜欢考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口径的问题 就这个问题 到底你要不要算月末平均 对吧 第二个特别喜欢考的就是 坏账的计题的问题 要不要把坏账的金额还原回去 用原值来进行计算 这两个考的频率最高 而且要考周转率 必考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吧 11年的多选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下列计算方法的改变 会导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减少的有 注意清楚 每次做这种题目经常都有同学做错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于第一个 你不知道人让你算的是周转天数 还是周转次数 把这个给搞混了 周转率一般指的都是周转次数 然后周转天数 它一定会给你明确描述为周转天数的 然后再者就是 人问你的是周转天数减少 你别以为是周转天数增加 好那周转天数这个指标呢 大家在分析的时候不好分析 因为它是365除以下边又是一个分式 然后呢 它跟周转次数是反方向变动的 所以你把周转次数想明白了 你还要把它倒过来 然后它才是周转天数的影响 对吧 所以一般总的下 如果它问你周转天数 你怎么办呀 你就去分析啥呢 你就去分析那个资产与收比 因为它跟它的变动比率是一样的 它跟它的变动趋势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去分析与收比 所以这个情况下 你就应该写出来的公式是 应收账款除以收入 你别管那个365不365 360不360不360的问题了 对吧 不影响 你把这个公式分析清楚了 自然而然它的趋势就明白了 所以你也不用去考虑别的 你就把这个公式先写出来 然后去看它对分子分母的影响 A 说从奢销额改为用营业收入 这不是又影响分母吗 对吧 把奢销 奢销是小的 身份收入是大的 现在分母变大了 分母变大了 你说这个数字是变大还是变小呀 是不是变小啊 所以它会导致 与收比减小 进而也同样导致周转天数减少 所以A选项是不是应该选 好 容易了吧 好 接着再来看B选项 说使用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改为使用平均进额 影响什么 影响分子 因为这个应收账款原来是用的是平均余额 现在把它改成进额了 但是变大变小了 是变小了呀 分子变小了 整个分式是不是也变小呀 所以它也是能够降低周转天数的 C选项 从使用全年的日平均余额改为使用旺季的日平均余额 请问影响什么 影响分子 对吧 影响分子 那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呀 忘记的 忘记的 那肯定是变大了呀 好了 分数变大 周转天数是不是也变大呀 所以C选项错了 D选项 从已经合销到的 坏账之后的平均余额改为合销之前的平均余额 那是不是就是影响你的什么 也影响分子 合销之后的是小的 合销之前的是大的 所以你把它变大了 对吧 分子变大了 那整个分数也变大了 因此它是周转天数增加而不是减少 所以D选项也错了 所以正确选项A和B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有同学说 第一个没听懂 橘子香气同学 奢销额改为营业收入 收入里边有一部分是现销的收入 有一部分是奢销的收入 那我现在原来只取现销 原来只取奢销的那部分 现在我把现销的部分也加进来 都放到收入里边来 那是不是收入整着这个分母变大了呀 对吧 我以前只选它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我把整体都作为了那个分母 那是不是分母变大了呀 分母变大不是整个分式变小吗 A选项理解了吧 还有同学说 金额是啥意思 平均金额是啥意思 金额就是把你的坏账剔除掉之后的那个金额 所以B和D是一样的意思 只不如它表述方式不同 平均余额 我们在账面上体现出来的是一个这个净值 但是呢 我们真正应该要考虑这个周转率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那个净值还原成那个原值 所以一般我们说用的是平均余额 改为用平均金额 其实就是说把原值改为用净值来进行核算 所以这里面请大家注意 到底我们对于这个分式的分子和分母是怎么影响的 好了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一道题目 接下来我们来说从获周转率 存获周转率的计算指标不多说了 也很简单 对吧 就是套那个公式 套进来了之后呢 下面的解读也很简单 就是每一块钱的那个分子上面能支撑多少的分母 对吧 每一块钱的分母上面能支撑多少的分子 所以比如说应收账上的周转次数 每一块钱的存获上面能带来多少的营业收入 这个与收比 每一块钱的营业收入上面需要多少的存获去做支撑 那应用这个存获的周转天数 意思就是你存获周转一次需要多少天 也就是说从存获这个开始销售到卖出去变成现金 你平均需要周转的时间是多久 就这个意思 好 这是这几个指标的计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存获周转率 它其实是影响我们流动比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的存获的变现能力是非常影响你的偿债的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你的存获如果能快速的消转出去 那不就是意味着你的存获可以快速的变成现金帮你去偿债吗 所以经常我们也要把一些常债能力的指标结合周转率指标来分析 你才能够知道资产变现的能力的强弱 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获周转率 都是你去分析那个流动比率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这是需要大家能够把前后的两大体系的指标贯穿起来的一个理解 第二个存获的周转速度快 代表着你存获有比较好的管理效率和变现的能力 没问题吧 然后也说明企业的营运能力比较强 但是存获的周转天数是不是越少越好呢 不是 结论不是越少越好的 不是你这个存获看上去好像周转天数越少 就意味着你卖出去的这个速度越快 就意味着它越好 不一定的 因为周转过快可能会导致存货不足 进而产生缺货的成本 或者是被迫频繁采购而增加订货成本 这个概念我们把第十二章学完之后 你回过头来再看 你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在这儿呢 我相信大家看完这句话之后 你或多或少 朦朦胧胧的 会觉得这好像理解了 对吧 好像理解了 存货不足 缺货了 缺货了就会导致我后面有缺货成本 然后我可能就得频繁采购 然后就会导致有额外的订货成本 好像理解了 对吧 当我们把第十二章学完了之后 你会知道存货的成本 包括了哪些项目呢 我简单稍微给大家写一写啊 存货的成本包括了哪些项目呢 包括了订货成本 购置成本 储存成本 还有缺货成本 存货的成本 一共有这四大项构成 购置成本 存储存成本和缺货成本 还有订货成本 其中 为什么在这儿我们只强调了 缺货和订货 没有强调购置和储存呢 因为你的存货放在那儿就放在那儿 对吧 你的存货放在那儿 当时的采购的金融和那个储存的成本 跟你这个存货有没有这个短缺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存货一旦短缺了之后 你就得去买嘛 你每买一次存货 可能就会发生一次订货成本 怎么去理解啊 比如说我买这个货 我就要从北京飞到成都去买这个货 那你看 如果我能够降低采购的频率 是不是我就可以减少从北京飞往成都的这个出差的频率啊 对吧 我每要去买一次货 我就得飞那么一次来回 那我如果减少这个采购的频率 是不是我的订货成本就降低了呀 那如果我存货不足的话 我总产生缺货 我是不是就总得飞到成都去买这个货呀 那订货成本不就增加了吗 所以这叫做被迫频繁采购加大的订货成本 然后缺货 缺货你就得补充货嘛 缺货你就得补充货 然后缺货这里面还有可能会导致 比如说这个你的货源断了 然后卖这个产品缺货了 这个卖不了了对吧 人想来买结果你没有货了 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你前段的销售 进而导致你有一部分的损失 所以如果存货的周转天数越少 并不代表越好 很有可能会因为存货不足 带来频繁采购的订货成本增加 以及缺货成本带来的损失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这句话 大家要把它理解透彻了 把12张学完之后你再回来看 你会有更深的理解 然后再往下 应该要注意的是 我们除了分析存货本身的周转力以外 我们还往往会把应付账款 存货应收账款 或者营业收入之间的关系 也拉出来去分析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采购存货 对吧 采购存货 你是不是就会产生应付账款 然后你把存货卖出去之后 是不是就可能产生应收账款 或者是产生收入 所以整个存货周转 从采购到销售的这些整个过程当中的 每一个项目 其实都要纳入到你的整个存货分析里面来 才能够得出重要的结论 为什么 你看下面我们举了个例子 当你接受一笔特别大的订单的时候怎么办 你是不是要得去备货呀 你这个订单来了之后 你手桌上没这么货啊 没这么多货呀 你的库存里面一看就只有那么一小堆 你得先去买货 对吧 所以大订单会推动你的应收账款 会推动你的存货和应付账款同时增加 没问题吧 你得买货嘛 好 然后应收账款和收入对应的也会因为这笔订单的实现而增加 但是在销售实现之前 你的存货周转率怎么样 你的存货周转率会变慢 因为收入还没实现 但是你的货已经囤进来了 存货增加了 但是收入没增加 这个时候存货周转率会变慢 但这对你来说是坏事吗 不是 是因为你接了这大单子所以导致的 所以你看当你只去看存货周转率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像有问题 但是当你把这些应付账款收入存货 然后应收账款都结合起来分析的时候 你发现这是个好事 你看结论就变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不要片面的只看一个指标 一定要结合起来分析 再者我们再举着反例 说当你销售萎靡不振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市场上根本没有人买你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还不断的采货呀 你还不断的进货呀 疯了对吧 肯定不是 你得先去销后库存 所以第一步你要做的是去库存 这个时候存货减少了 对吧 你的收入并没有大幅的增加 但存货减少了 所以存货的周转率会加快 但这个对你来说是好事吗 不是 是因为你前端销售不振呀 对吧 你被迫降价销售 甚至于去库存销售 才带来的周转率的加快 但这对你来说不是好事 所以当你能够把这些因素都结合起来分析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最正确的结论 这就是我们这句话想要告诉你的 这是分析的两个维度 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维度 叫做存货当中其实是有成分构成的 你的存货里面可能有原材料 可能有再产品 可能有半成品 可能有产成品 还可能有低值易耗品 这些项目之间的比率关系是怎么样的 很重要 而且你既要关注那些变化比较大的项目 你也不能去忽视那些变化不大的项目 因为变化不大的项目 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下面我们举了例子 如果产成品大量增加 就是你生产出来那个完工的那个产品 大量增加了 其他项目都在减少 就你在消耗原材料 消耗再产品 然后不断的增加产成品 但是你发现没有 这个是个问题的 你这些都消耗了 为什么你的产成品在不断的增加 你的产成品也应该减少才对呀 对吧 因为你的产成品应该要卖出去呀 为什么你账面上的产成品 那些存货大量的增加 但是你的这里面的原材料不断的减少 你正常情况下 这两个是要匹配的嘛 对吧 现在你在不断的消耗原材料生产产品 但生产出来的这个产成品还卖不出去 所以存在了大量的堆积 所以前端反映出来时销售不畅 放慢了生产节奏 所以这个时候存货总额会不会变 不会变 它是内部结构在发生变化 原材料少了 但产成品多了 总额没变嘛 对吧 你看存货总额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大的变化 但你往系里边一挖 发现产成品在不断的增加 但其实原材料在不断的减少 这两个比重在发生变化 最后结果没怎么变 但实际上有没有问题啊 有问题 你得通过这个结构的分析发现 前面我销售不出去了 所以导致我产成品积压 所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你既要关注那些变化大的项目 如果存货没有怎么变 你也不要忽略了这个存货里面本身结构比例的变化 所带来的额外信息 这就是这句话想要告诉你的 这是我们分析当中的三点 请大家要重点的去理解 这里面是一个需要理解的过程 对吧 这不是一个单纯你看就能看明白了 你必须得结合例子来进行理解 接下来我们来说存货周转率的计算取值 这里请大家画一头五角星 考试的时候考存货周转率的计算 肯定考这 肯定考这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它会涉及到一个收入和营业成本的选择的问题 来 首先 什么情况下我们选收入呢 两种情况 一个是短期承债能力分析 一个是分解总资产周转率 什么情况下我们选成本呢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评估存货的管理业绩 所以这种怎么备呢 或者说你怎么去把它把握住呢 把握住你的特殊的 就什么时候用营业成本 只要你把这个理解住了 然后剩下来都用营业收入 因为营业收入是个正常的情况嘛 你要记特殊嘛 对吧 那用营业成本的情况是 你要评价存货的管理业绩 为什么在评价存货管理业绩的时候 你要用成本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存货呀 你的账面的这些金额是怎么核算的 是成本不断的去归集归集归集 最后变成了你的存货 所以你的存货本身 其实是一个成本归集出来的一个集合 而这个时候我评价管理业绩的时候 我就应该用成本来进行衡量 因为你把存货卖出去的时候 它是转化为了销售收入 但是你的存货要做成本节转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所说的 你的存货的管理业绩是应该用成本来衡量的 保证了你的分子和分母的口径一致 这是你的管理业绩的衡量 那前面两个为什么要用收入呢 你看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你拿什么去还人家钱 我们在第一节课就跟大家讲了 你还人家钱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库存里边有一大堆的商品 我把这一堆商品直接剁给银行说 这就是我的所有的资产 我就拿这个还了 人要吗 人不要 人要的是现金 那现金怎么来的 存货卖出去了之后才有现金 对吧 那你存货变成现金的过程是什么 是销售出去完成销售的过程 所以存货转换为现金的整个过程是销售的过程 那因此你的周转额当然应该用销售收入了 明白了吧 为什么要用收入 分解种资产周转率为什么要用收入 你想一想 其他资产 人家都用收入来做分解 对吧 人家计算周转率的时候都用收入作为周转额 就你存货找特殊 就你存货找特殊 那咱还咋分解 咱还咋合并啊 对吧 不行 所以要统一 所以统一周转额的取出口径 跟其他资产一样 你别找特殊 应收账款 人用这个营业收入 对吧 人非流动资产 人也用营业收入 就你存货 那你存货也得用营业收入 所以为的是保证我们的口径统一 所以用营业收入 所以你能理解了吧 什么时候为什么要用营业收入 什么时候为什么要用营业成本 原理也要理解 然后接下来从考试技巧的角度上 你就把那些特殊的例子记住 评价存货管理业绩 用营业成本 剩下的通通都是普遍情况 都用营业收入结束 这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把握住的问题 还有同学说 这个评价管理业绩 能不能再这个理解 再这个讲一讲 评价管理业绩 你存货怎么管 存货就是管理的账面的价值 对吧 你的存货作为一切资产 我要管的是你的账面不贬值 你的存货是能保值的 你的存货是那个价值不受贬损的 但你存货的价值怎么衡量呢 存货在初始入账的时候 就是各种成本的一个规级的集合 所以你的存货的管理业绩 管的就是那个成本集合 那你管的是成本集合 你说你在衡量管理业绩的时候 拿什么来衡量 你的周转额拿什么衡量 拿成本嘛 不要拿收入嘛 因为你的收入当中还包括了 你在成本基础之上要的那个利润呢 但这个利润是你的管理业绩嘛 不是 你的管理业绩就是那个成本的部分 你管的咋样 所以在这里面 我用的不是收入 用的是成本 明白了吧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取值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一道 15年的单选题 做一道15年的单选题 说甲中斯是一家电器销售企业 每年的6到10月时销售旺季 管理层用存货周转率来评价 全年的存货管理业绩 使用的公式是什么 你看这道题目考了两个点 对吧 考了两个点 第一个怎么算平均 第二是到底用成本还是用收入 大家都说选什么呀 选哪个呀 是不是选D呀 第一个 评价存货管理业绩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去把握的那些特殊啊 所以它的周转额应该是用成本 所以A和B是不是就删掉了呀 接下来它还告诉你有季节性 有季节性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不能用七书加七末除以二 你看这道题目 C不是踩坑了吗 七书加七末除以二 C也不对 所以你应该用各月末平均 对不对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道题目 不难吧 你把这些基本的理论 基本的原理把握透彻的 做这种题 不是送分的吗 肯定能做对 对吧 然后接着我们还说几个坑 不是特别重要的 简单一提就可以了 营运资本的周转率就是同样的指标 计算的时候 那些公式都完全完全一样 你把对应的那些资产 直接换成营运资本就好了 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综合性的指标 它在计算的时候 注意就一般情况下 应该只包含经营性的资产和负债 就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要排除那些短期的借款 交易信用金融资产 或者超额现金等等 但是注意了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 考试的时候没那么严重 考试的时候没那么严重 人让你算营运资本的周转率 如果没有拖号 告诉你说要把这些给排除掉 一般情况下 你直接用营运资本流动资产 减流动负债就可以了 不要再去根据那个报表里边 去做那些复杂的调整 没那么复杂 所以这只是理论上 严格意义上我们这么去要求 但考试的时候一般是简化的 听清楚了 但这里面他从考试频率来说不高 大家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点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那就把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资产 都替换为非流动资产不就好了吗 对吧 然后接下来他能干嘛呢 他主要是去评估 我们后面的一些投资预算 项目的管理 看看他跟我们的企业经营战略 是不是一致 以及我们去做一些资产 或者业务线的收购和剥离的时候 他是不是合理 我们可能会用到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率来进行衡量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笔 比如说我们要收购 那收购一条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收购进来了之后 他能不能使我们的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率提升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剥离掉 我们现有的某一条生产线 剥离掉某一条长期资产 他是不是会能够改善 我们现有的资产率 资产周转率的情况 等等等等 他可能会通过非流动资产率 资产的周转率 来进行一个参考指标的衡量 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上面的理解就好了 这两部分的指标 考的不是特别多 最重要的在这一块 就是三个指标 一个是应收购转周转率 一个是存货周转率 一个是总资产周转率 就这三个大家重点把握 好了 那这是我们有关于 营运能力的比率分析 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休息 这次我们休息时间稍微短一点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个几分钟呢 我们现在是9点07分 我们15 对吧 9点15分 然后我们回来继续后面的内容 好吧 9点15 这点reme 谢谢 我们 Boost 我们下线 致敬